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侃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0年10月26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10月26日20点30分 我们一起把握大师赚大钱 那么大家看这个题目呢 就可以看出来啊 现在不是挣钱不挣钱的问题 现在是咱们怎么能够 把现在的现有的底线给守住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太失望 大家也不用太失望 波动现在是波动加大 有的时候呢 它波动加大之后呢 下杂之后 会在大选之后 会有一个强劲反弹 历史上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是呢 不好的事呢 是就是疫情 这个疫情太麻烦了 疫情反弹 周末呢 两天 每天都是将近9万人 这块呢 就差距有点大 这块差距有点大 救助无望 这个救助无望呢 我觉得这市场啊 应当是早就有预期 不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周末的 周五啊 咱们没有这个说 这个指数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指数 大家调过来 我们来看啊 嗯 周五 收出了一个 十字星啊 收出了一个十字星 呃 这块呢 显示的是没有上影线 但是如果要加上盘前和这个盘后交易 应该还有一条上影线啊 上影线不太长 呃标普现在是要在选方向 可是呢标普现在还算 还算看着还算好 道琼斯呢 就不太乐观 那道琼斯这块就不太乐观 我们可以看 他收出这个 一个锤子线啊 有点像上吊线的锤子线 而且下边呢 呃 已经开始啊 已经开始出现死差 那么会不会把纳斯达克也给也给带下来 这玩意就不好说了啊 这这块就不太好说 那么我们现在看啊 纳斯达克在这几个指数当中还是看着是最强劲的啊 起码他这是一个呃小红的啊小红的这个十字星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现在他也出现死差的迹象 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死差不能迅速的往回来 首先来说我们得看这个五十日均线撑得住撑不住 在这出现死差有可能五十日均线就撑不住啊 有可能五十日均线就撑不住 这块呢大家呢特别得小心一下 呃从总体上来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股指期货啊 夜盘深杂了一下啊 夜盘深杂了一下 最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疫情啊 二一个是救助啊 在周末本来大家都在等于好消息 结果呢现在又说分歧比较大 所以说整个的盘面 不是特别好看就是从盘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 我们看现在呢是超短期指标有向下的动力 但是大家注意啊 我说的是超短期指标超短期指标一般的情况下 他也就管了两个小时啊 也就管两个小时 那么现在距离开盘呢 还有一个多小时 呃那么 开盘之后也许啊 头一个小时会往下跌一跌 当然了这一个小时也不是一直跌一直跌啊 就是震荡着往下走 从总体上来看 要是从今天上午上午半天 甚至包括下午的大半部分 从目前这个驻地形势来看 短期指标是支持他向上的 因为呢 整个夜盘 大家注意啊 开盘有可能低开啊 开盘有可能低开 这个咱们要想到了 开盘有可能低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啊 夜盘砸的比较比较狠啊 这块你看啊 从这个周日一开盘 就开始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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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一路下跌 一直跌到这个位置 那么跌到这个位置呢 现在已经出现止跌信号了啊 出现止跌信号之后呢 超短期指标只要一修复了 那么短期指标就开始向上 而中短指标呢 基本上啊 也跌到一定程度了啊 可能啊 不排除会再探一下3400点 就是股指期货这块 再探一下3400点 那么股指期货 要是探3400点呢 现货呢 就有可能直接低开 啊 现货之 从这个标普这块来看 就有可能直接低开到 这个位置啊 3400点 就有可能低开到 3420点啊 3420点这块 那么低开40个点 这块呢 大家呢 不用太惊慌 如果您周五啊 没有做减仓的话 现在也就不用太惊慌 跌下来之后呢 它会有个小反弹 有一个小反弹 如果您现在觉得 呃 这个波动率太大 啊 就是大选之前 那么我们在这个小反弹的时候 在减仓 千万别一开盘 哎呦 一看跌了 赶点的跑啊 赶点跑就直接可能就会 这个搁在地板上 它会等到反弹的时候 你就吃不到了 这是从技术面上来看 那么从这个交易量上啊 我咱们也说了 这块呢 基本上这个SPY啊 嗯 总个全天 周五全天 连五千万股都没有啊 连五千万股都没有 就是可见 不是说 现在大盘就要崩了 而是呢 没有人愿意交易 就是长也没有人交易 爹也没有人愿意交易啊 都想等大选 落地之后 再进行交易 那么但是 整体板块呢 我们还是有一定分化的 咱们在一个月之前 就跟大家说了 现在呢 可能要走出来的是什么 形成是K字形啊 就是K啊 这个一个 有一部分上涨 有一大部分 有一部分下跌 不是说是整涨整跌的这种 那么K字形呢 现在呢 我们发现呢 是在房屋建筑领域 一直在领涨啊 这是XE3 是房屋建筑领域的ETF ETF呢涨了1.5% 而能源呢 是领跌啊 能源基本上跌了 就整个这个板块 跌了 0.49% 也 也还算可以啊 也还算可以 毕竟嘛 疫情整个大反弹 可能需求呢 石油需求呢 就下降 本身冬天石油需求也下降 再当这疫情反弹 它跌这个不到1%啊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就连0.5%都没到 我觉着已经这不错了 现在我们的看见在哪呢 跟大家说了 盈余季呢 一般的情况下 财报季都会有一部分啊 财报比较好的啊 财报比较好的 会支持整个这个股票上涨啊 或者支持大盘不往下跌 那么我们呢 就要找一些财报比较好的股票 当然了 大家要注意啊 这块呢 你千万不要说压在一两只股票上 因为我现在 我明确跟大家说 就是我现在赌财报 我做了11支票 其中有两支是下跌的 而且呢 其中有一支下跌的是非常狠的 财报特别好 他不是说因为财报踩雷了 你要说我这11支票里头 说两支财报踩雷了也行 不是 这两支票里头有一支票 是报出来财报本身不错 好于 但是呢 好于他往年 好于上级 但是他不及预期 那么我这支股票呢 在盘前的时候啊 就一看见有这样的财报 我就给他 止损了 那止损了3% 就是下跌了3% 我就给他止损了 那么其他的剩下的 9支票 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而且呢 其中有一支票呢 涨的还比较好 但是其中有一支票 咱们刚才说了 有两支票下跌啊 有一支票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就是 财报非常好 也好于预期 好于预期好于了多少呢 好于了 比预期高出去 20%多 比预期高出去 20%多 27% 在我印象当中是 比上年同期 注意啊 今年这个疫情 疫情年 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11% 那么从怎么看 他的财务 这个报告都非常好 可是 直接给予的奖励就是 报告发布当天 下跌11% 第二天反 小福反弹下 又跌了 往下跌了78%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注意啊 要么 你特别相信财报 你可以持有 长一点时间 要么就要进行止损 那么 那么对于赌财报来说 我就跟大家说 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就是您在盘前 在这种波动地 注意啊 因为现在这个 时候 跟平时赌财报 不太一样 那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平时赌财报 如果他业绩好的话 一般的情况 都会给予一个正面肯定 但是现在呢 由于这个大选的 不确定性 有可能这个财报是什么 公布的盘前 公布的盘前 他可能会有一个 小幅的拉升 你比如说 刚才我说的 那个股票啊 在盘前 实际上 他已经上涨了 百分之六 将近 百分之五点几 百分之五点几 我没有卖 因为我觉得 他财报很好嘛 还想在博弈更大的 那么结果盘 一开盘 哗一下 就直接就 一根打印棒子 就下来了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您赌财报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 无论财报好坏 就在财报公布之前 就获利了结也好 止损也好 那么我们就在盘前 就已经进行清仓 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千万 不要把自己的自信 全放在一只股票的财报上 就比如说 我看这只股票特好 你买了它了 买了它 假如出现这种 确实财报也很好 也好于预期 光当一根砸下来 那么您会承担很大的亏损 我们要分散风险 那么比如像我基本上 到财报季的时候 我都是来做十只左右 十只左右的股票 就是这十只 我就专门是做这个 赌业绩的 业绩好 那么我就挣了 业绩不好 我就亏了 甚至业绩好 我这只亏的呢 但是我前面有 八只或九只 都是挣钱的 这一个大亏就算了 那我就不理它了 其他的呢 我都能有一个 百分之七八的收益 那么总体上算下来呢 这一个财报季下来 我能有一个 我这个赌财报的仓位 我能有一个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五 左右的收益 这就够了 千万不要赌在一支票上 赌在一支票上 就可能财报很好 会给您把这个 一个踩雷 一个踩雷 会把您的整体业绩 会带下来 那么这块是跟大家 分享一下 关于财报的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 我们今天呢 不用太担心 别看它现在盘前跌得很 如果一个低开 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观察一下 它只要不是玩命的往下砸 不是玩命的往下砸 我们就不用太担心 今天总体上来说呢 应当会是一个这个上涨行情 特别是在十一点以后 特别是在十一点以后 那么当然了 如果要是十点钟以前 一根接一根阴险 一浪接一浪的往下走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点了 那我们就要注意点了 从总体上来看呢 我们现在有人拿的 因为朋友问的最多的 就是西方石油 我把西方石油给带着 明确跟大家说 我没拿这支票 我没有拿这支票 我没有拿这个OXY这支票 但是呢 有的朋友拿的比较多 问我这支票的人比较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周日这块 就是周末的时候呢 周五还是上涨的 周日啊 由于国际原油提货 已经这个走坏了 从总体上来看呢 今天呢 就是一个低开啊 我们可以看 直接低开到这个位置 那么有的人说 我现在是不是又要止损了 明确跟大家说啊 这种票就没有必要止损了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 它跌到九块两毛三的时候 基本上也跟它这个 大流行的这个暴跌啊 差不多了 它底部盘整盘整 只是多长时间的问题 只是多长时间的问题 您就是付出点时间成本 不用太担心啊 它的总体下跌啊 这是我个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不用担心它的总体下跌 总体上呢 我们呢 认为现在的这个石油板块 应当是相对的一个底部结构 而且呢 明年啊 咱们现在是救济也好 还是这个货币政策也好 都已经印了不少钱出来了 明年呢 应当是这个呃 整个商品期货的一个好的日子啊 那么在商品期货当中 最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呢 可能就是原油 那么明年呢 认为呢 会有一个小幅的上涨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 您再进行一个操作 估计呢 还能获利出来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把石油止损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A股时间再见